肩膀上的是假人 然後拿在腰旁邊的是活人 歡迎收看我不可拿鐵頻道 今天要繼續玩手動P5我要活下去 好的這場要玩一下替身假人的戰術 現在有出一個幼兒手動彈 然後今天穿雷桶的感覺 來挑戰看看 這樣玩家會不會比較不會發現 因為大家現在很習慣這個短背型 是假人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好OK我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吧 然後我這場特別把那個 我的頭刺全部拿掉 只是我現在是用阿羅克這個角色 就是新的 新的角色 等下要試一下呢 能不能成功的欺騙到敵人 因為這套服裝比較偏向就是那個右手 但大家現在看到這個服裝就覺得是假人 只是我等下可能還是會拿防彈背型 因為他這個衣服好像也是會顯示 蠻麻煩的 因為你現在不拿防彈背型的話 被打到基本上秒死阿 而且現在玩家都有塗裝槍 塗裝槍的世界是非常可怕的 好先撿東西 頭盔 欸 欸 頭盔沒有顯示出來 糟糕 為什麼 太奇怪了 我現在明明就沒有裝任何頭飾阿 還是阿羅克這個角色不會顯示阿 糟糕 他不會顯示頭盔 好吧 算了 反彈背型 唉唷 這套服裝真的是很煩 如果他可以不要顯示就好了 這套服裝我竟然是官方什麼時候活動送的 好像大家都有吧 他是整套的 只是我鞋子沒有搭隊阿 其實是一個靴子那個 糟糕 這樣子好像沒有辦法欺騙敵人 不過等一下我還是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偽裝成幼兒手段是長怎麼樣阿 看一下差異性在哪裡 剛剛這好像蠻多敵人跳的 等一下這邊有一個那個 動作牆 表情牆 唉唷 不能夠直接做完然後蹲下 好 發麻死 好可以 先撿 放個地雷 這個地方放地雷很容易中 十場應該會中個兩場吧 有一個人 OK收掉 好這樣我跟大家講 如果說你們是喜歡用開關鏡的話 通常左邊往右邊移動 或右邊往左邊移動的敵人 開關鏡會比較打不到 我現在新的瞄準方式都是開鏡以後呢 追點打法 就是我自己追點阿 手動去追那個敵人位置在哪裡 不然開關鏡的話其實 有時候他會一直很飄 而且每一個版本官方都會把 一些射擊的方式跟 唉拿到了 又有手彈 就是一些槍枝條降低 攻擊力變低阿 射速變慢阿 或者是精準降低阿 這些官方其實都有參數可以調阿 所以每次版本都會去做槍枝的調整 然後現在輔助瞄準 然後抓左邊往右邊 衝的敵人其實是 比較難抓的 可能會你開一個五六槍 都打不到敵人 等一下我可以試給你們看 如果有敵人剛好在跑的話 OK 喔是說這邊喔 剛剛我看到一個那個 滑板噴射器 等一下我看一下是不是有人飛過 唉有沒有前面有個滑板噴射器 我先試一下那個 把這個脫掉 好 右耳手彈先放下去 有沒有 這樣像嗎 其實差不多了阿 就差在 沒有辦法顯示這個安全帽 因為他這個頭盔 我很奇怪 我根本就沒有用造型阿 可是阿羅克這個造型好像 頭是 頭是直接 不會顯示頭盔的 有點可惜阿 這邊有一個滑板噴射器 剛剛應該有敵人飛過去阿 這個是有使用過的痕跡阿 我們看他敵人在哪裡 那我建議大家那個噴射的時候阿 要調整一下方向 不要跟人家一樣 因為 有可能會人家會在這個降落點放個地雷 我有中過阿 太可怕阿 所以稍微調一點再飛比較安全 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 欸又有個牆欸 又有個牆 欸 等一下 好像有人 好像有人 我先跳一下舞吧 喔 漂亮喔 四房 上面 點了在上面 喔 在下來嗎 呵呵呵這樣應該看不到我吧 在哪裡阿 樓上 又要開始拆了 我每次都拆錯邊阿 他這遊戲的聲音變位其實沒有做得非常好 其實有時候真的聽不太出來左邊阿右邊 都會聽煩 上面 欸笑下來了 看到他 他有沒看到我 看到我欸 哇賽 他先開戰了 我剛剛以為他沒看到我 嗨 出來 OK 收掉 等一下 東西很多 欸 TN60 TN60欸 欸 我想一下喔 我先補個血 那我們可以來偽裝一下 因為他那個幼兒手彈的 那個幼兒手彈的角色 人物是拿 機槍 我們看一下到底像不像阿 先放一個6的手彈 好 我減一下那個 N60 機槍 好 然後我把背心脫掉 好 那背心脫掉 好 我們來看一下吧 其實正面差不多阿 只是你們看他槍支 欸 拿的方式不一樣阿 根本不會拿那麼高阿 機槍根本就你們看到 是在腰的地方欸 可是他的假人是放在肩膀上阿 所以以後你們要區分假人就是 肩膀上的是假人 然後拿在腰旁邊的是活人 好的 差不多阿 其實如果這樣子看的話 真的敵人可能不一定看得出來 我下一次再來試試看阿 我先把槍換回來 要收圈了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差異性在哪裡 因為現在玩家已經變聰明 大家覺得說欸 假人是假的 不要浪費子彈 不要亂開槍 我們下次偽裝成假人 可是要穿一模一樣阿 然後站在那邊 我覺得應該會 很有可能會瞄死 因為現在玩家 有些人還是會直接打假人阿 會把假人直接射爆阿 不確定 我或許下次故意站一個 就是跟假人站在一起 幹嘛的 來試試看敵人的反應 好的 可是我要拿的槍也要拿贏60 哇塞 好像蠻刺激的 好 期待一下 大家記得訂閱頻道阿 我下次會試一下 只是應該很容易就死掉阿 欸我沒有假人 我想說把假人放在這上面會不會動 好我們先飛進圈吧 好盛事開始玩阿 我剛剛只是想要看一下 剛剛是不是有人跳過去 你們看到現在這個滑板 其實你可以隨便切換武器 我覺得這樣好像不能切換武器 現在是可以隨意切換的 像我還蠻想要從滑板上面阿 然後看到敵人剛好一邊開槍 不過應該是 我還沒有試過滑板下來後 直接就是在空中開槍 因為 你要擊殺敵人還是有點困難度阿 因為大家都會閃 有的 帳篷區 有凝膠 有凝膠 我看到敵人了 有個三級菇欸 好想吃喔 等一下 這邊好像在交戰 欸 出來一個 你們看喔 欸 被他擋到 要跑 不想破到凝膠 他這個凝膠破也沒用 因為他可以往後跑 我繞個位子打他 躲在凝膠後嗎 好像有兩個人欸 因為剛好看到我開槍點 可是 欸跑下去了 另外一個在這邊 有另外一個 好你們看喔 我要跑 有沒有這樣打的話其實開關性 哇追焦比較好打 就是你要自己追那個敵人位置 他殘血了 直接可以直接收 欸跑進去了 速度很快 這不能讓他補起來 你直接開這個技能 後面 我跑好快喔 等一下 哇塞 OK 台槍爆頭 我幫我爆頭到 剛剛還有一個敵人應該會下來 下來了 我就知道 OK收掉 這是剛剛另外一個 剛剛那個玩家就已經知道有敵人在了 所以說他一定會等我們開戰的時候下來 所以有時候你們開完戰的時候要稍微找安全的地方躲 不然可能會死掉 直接雙收阿 唉唷又有右手彈了 右手彈的話呢 真的是蠻有趣的一個東西阿 這遊戲其實已經慢慢變得 跟其他遊戲類型不一樣了 欸四倍鏡我是不是已經有了 我又有四倍鏡了 這個丟一丟 這邊應該是沒敵人了吧 先撿東西 喔 有手衝欸 榴彈槍 手衝榴彈槍 榴彈手槍 榴彈手槍的缺點就是 攻擊力太低了 然後 他的射擊距離很近 所以你跟敵人的話 通常是敵人在房子裡面比較好 直接擊殺 如果是野外的話 你可能要跟他拉蠻近的 主要是損些敵人的血或者是補刀阿 哇 補圈來了 哇 他們跑得好像 得用跑得太慢了 我覺得用騎車比較保險 可是只有這台 這台容易被人家打 我在損血 欸我想要試一下 如果說 騎車人不能使用我的技能阿 阿洛克的技能 欸可以阿 對可以 可以耶好帥喔 可惜不能在車上去按這個按鍵 你要先下來按這個按鍵 以後才能使用 香菇 我吃一下一級菇 我現在騎這台機車就很害怕阿 因為騎機車其實很容易死阿 他跟三流車死亡機率一樣高 我現在是想要用右手袋的方式 可是蠻困難的 因為他這個防彈背心會顯示 不拿防彈的話呢 真的會秒死 下次死給你們看 一定會秒死阿 看一下喔 這邊放地雷 私底包放地雷中的機率非常高 因為現在私底包有些有多造型 玩家不一定看得到地雷在哪裡 就會過去踩 這邊放一顆 然後 看一下哪邊可以放 爆炸 哇 欸這有毒物喔 忘記毒物圈內了 完了完了完了 我的防裝壞壞壞了 我可能要找維修箱跟那個升級箱 下次丟了 現在先等這毒物結束阿 我等一下沒有防裝就死定了阿 這個遊戲火到決勝沒有防裝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你就跟豆腐一樣軟 欸這有人欸 OK收掉 看誰先開槍誰就贏阿 好可怕 他剛剛看到我再遲疑一下我也遲疑了一下 怎麼剛好有人呢 而且剛剛遠距離沒有聽到腳步聲欸 太遠距離腳步聲聽不到 來個防彈背心 欸沒有 這個玩家 這裝備也太窮了吧 還是他防彈沒有打爆 我不知道 沒有防彈背心欸完蛋了 我知道了 前面右邊好像有一個 不知道有沒有被他撕掉 這個工廠這邊其實有時候會出兩個 不知道能不能拿得到 去看一看有沒有 這邊好像會有一個 前面左邊這邊 阿沒有 糟糕沒出 這被撿過了 那只能去撿空頭了 我現在沒有那個 防彈衣的話真的是會 秒死阿 你們剛降落的時候發現敵人比較好打 你到那個角色敵人不好打 是因為敵人都有防彈衣阿 剛降落很多敵人都像豆腐一樣 欸 太讚了是不是 我看到人了 好你們看喔 我用開關鏡給你們看 有沒有 開關鏡的話他比較容易去吸平底鍋 這麼遠會吸平底鍋 所以說你們如果要打這種移動的敵人的話呢 用追的 追焦方式比較好 就是追到敵人的動向去開一場比較好 三級菇 我現在只能夠靠這台怪卡阿 跟剛好一台空頭怪卡 我沒有防彈背心了 要爆了 這在綜藝發音樂就爆了 我看能不能把剛剛敵人收掉 哇 欸是怎麼那麼賭阿 哇塞 倒數第三圈這麼賭喔 欸這有改嗎 怎麼變這麼賭 超級賭欸 倒數第三圈而已 還不到第二圈 哇塞 我剛剛差點就GG了 我剛剛算是蠻血欸 先補先補 有天 欸這另外一個吧 在想撿空頭 啊可惡 撞不到 我繞一圈了 我不能下去 現在就不要收掉 給他拚了 給他拚了 掰掰 沒中可惡 嗨 OK 還這樣爆頭 哇剩六滴血 天阿 太驚險了吧 哇 這個就是拚一波運氣阿 我剛才沒撞到他欸可惡 好先吃 先吃他的 他的包阿 剛才那個敵人 不知道會過完 我先哇 等一下放不下 凝膠先拿 還有什麼東西 配件 先補 還有他的補包喔 都沒補包喔 要收圈了 所以現在更賭阿 要提早跑 他官方有時候會把一些參數 挑 挑一點點 挑一點點 所以你們會覺得沒有什麼感覺 像其實以前這個遊戲 毒圈沒那麼賭阿 現在的毒圈 呃在之前的版本其實就有調 調的變毒了 然後現在我覺得好像就變更毒了 不確定是幾滴血阿 要到時候可能要看一下那個數據 因為他每一秒損的血量不一樣 第一圈是損一滴而已 就是一秒 就是你在毒圈裡面一秒損一滴這樣子 好先這邊吧 這棟 這棟覺得可能會有滴耶 我先不要上去好了 這邊屋子太多了 喔縮這邊 太好不用跑很遠 其實我不太喜歡披層決戰 這邊勝率比較低 因為太多防止了 我想一下喔 現在這個點要怎麼打 有敵人在前面 我先放地雷好了 地雷戰術 這種決勝地阿 地雷放多一點的話 蠻容易中的 之前好像有敵人 再放一個 飛過去了 要收不到他 我先放地雷 欸 劇集一下的聲音 哇 後面 前面有人 哇塞 等一下 先補先補先補 後面應該在房子裡吧 現在木屋有一個阿 完了完了我被包夾了 挖過來了 哇塞 他來了後面的 完了完了我彈血 另外一個不知道沒看到我 我沒有開槍應該沒看到我 我發現要用我手彈好了 兄弟擋一波我先走啦 哇呦 有騙到有騙到 他開槍打又有手彈 又有地雷 哇 等一下我放在 哇 糟糕 我引到我自己的地雷 再放一個 等一下喔 來了 就是你是不是 哇 還有兩個敵人 等一下先補 他在戰後面 有可能有架槍 放你家 擋 這個是架槍的喔 炸死你 中得了嗎 沒中 哇塞 都沒中 糟糟糟糟 剩最後一個補血了 抽圈了 炸不到欸 真的炸不到欸 燒燒 完了 毒箭太土了 我殘血了 最後一個 都在哪裡 速後 我先擋一波 別想進來 別想進來 OK 收掉 無號 好的 台槍爆頭 剛剛他最後好像沒有損到血 我剛剛打他打很多下他才死掉 好給大家看一下 誘餌 戰術 下一次再試 不過這個蠻好笑的 展一模一樣的 這插蛋是頭盔 大家可以試試看 今天算是 有吃雞 不過沒有完全去使用誘餌手袋 好的 今天呢 一樣是穿這一套 然後我沒有辦法去顯示那個頭盔真的蠻奇怪的 等一下把東西領一領 怎麼東西那麼多啊 這個其實有時候領起來蠻爽的 一次領 好 這個 角色竟然沒有顯示誒 太奇怪誒 因為我現在用的這個是阿洛克 就是新的這個DJ 的 角色 然後 我看一下倉庫喔 他這個是不顯示嗎 沒有血啊 這不知道是Bug 對啊 他沒有寫說不顯示啊 這寫 我以前兩個都沒有裝 沒有裝任何東西 這真的蠻奇怪 然後你們如果大家想要搭這個 右手袋的套裝的話呢 就是這一件 自由火的下裝跟上裝 然後鞋子 欸鞋子我搭錯了 自由火 這個好像是之前送的吧 我忘記什麼時候送的 喔是這一個啦 鞋子是這一個才是正確的 好 那你們可以玩玩看 我下次會試試看就是 用安德魯 然後這個角色 然後二級頭盔 然後不拿防彈衣 就拿來把 欸你有靈站在那邊 看你有沒有發現 來試試看 所以大家記得訂閱拿鐵頻道 好今天的遊戲就先玩到這邊 我大家喜歡來聽你的影片的話呢 可以幫你喜歡 可以訂閱我 也可以幫你分享出去跟你的朋友 後面我會去叫 FIFY的攻略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主頻道 副頻道跟玩具頻道 然後你們有這樣子試過嗎 有試過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後面的結果 那我們就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我們下一個遊戲 可以玩到這邊 會不會 會不會 好 是 感谢观看